国足将在1月27日客战日本队 之后2月1日客战越南队 这两场比赛央视都将进行直播 据记者马德新消息 日本方面要求即将赴日参赛的中国和沙特方面 必须减少代表团人数控制入境规模 而越南方面最新一期越南国家队30人大名单 已备战1月27日客场对阵澳大利亚队 以及2月1日主场对阵中国队的比赛 韩国籍主教练朴恒旭已经掀起了内部洗牌 国足方面 李肖鹏的教练团队和国足集训名单 人员都很充足 教练团队不少02年国足踢过世界杯的球员 邵嘉一定位球教练 孙继海后场防守教练 赵俊哲中场组织进攻教练 但是李肖鹏不请范志毅 范志毅的执教成绩远远比不上他的球员时代所取得的成绩 李肖鹏不请他当助教 并没什么不妥之处 国足目前现状只存在理论上出现的可能 后四场能否全部取胜 也只有对越南队有胜利的可能性 但是越南队在主场的优势不容忽视 而且越南队争取一场胜利的愿望非常的强烈 阿曼队也想争第三排名第五的国足 想要当第三的概率也只是理论上的 李肖鹏招了很多年轻人进国家队 吴星函 王刚 高准义以及巴顿等人落选国足名单 是因为受到伤病影响 严鼎 二十三岁 吴绍聪 二十一岁 高天义 二十三岁 蒋盛龙 二十一岁 戴伟俊 二十二岁 刘若凡 二十二岁 朱晨杰 二十一岁 韩佳琪 二十二岁 郭田宇 二十二岁 都是小将 戴伟俊新赛季可以成为联赛1u23球员 但他的会级还没转 他只能是国内球员 还不具备代表国足的资格 国足还有新一代球星吗 首先就是戴伟俊 作为英超狼队清训出品的青年才俊 自从加盟中超深圳队以来就备受各方关注 这个有欧洲足球风范 自信 敢于做动作中国球员里少见的中场天才球员 英格兰清训体系出来的还是不一样 未来还是要多有机会踢比赛 严鼎 来自绿城清训 曾代表波尔图青年队和普甲阿洛卡队效力过 在如今的广州队被作为政治的接班人培养 但是重伤拖慢了他成长的速度 高中风郭田宇 身高1米9 冲击力强 身体灵活 投球与脚下功夫出色 有机会还是要走出去锻炼一下 中国足球的根基不行 缺乏后背力量 基层联赛更是毫无存在感 导致了中国足球人口有限 选材面偏窄 更别提什么新一代球星了 对极吗 他就是娶着火